我先講這一題 這題是要算這三塊的面積 這三塊扇形的面積 算扇形的面積 扇形面積記不記得 扇形面積的方法是什麼 扇形都是從圓形切出來的 所以一定是圓面積 圓面積 圓面積怎麼算 是不是半徑層 半徑層3.14 這是圓面積 然後再去切出來 那整個圓形整個圓形 不就是兩個兩角器嗎 是不是兩個兩角器 那兩角器上面呢 每一個刻度 每一個刻度你把它切一個 你會發現從0度到180度 你不就是可以切180塊嗎 可以切180塊嗎 那這邊也可以切180塊 所以總共總共是可以切360塊 對不對 所以準備就是把它切一切拿出來 所以你切成360塊 再去看你要的角度 你出現的角度 就是夾角 我通常把這個東西叫做扇形的名稱 因為每一個扇形 每一個扇形都是固定打開的角度 都有自己打開的角度 所以呢 它的名字 扇形的名字就是360分之夾角 從它的夾角來幫它取名字 從它的夾角來幫它取名字 所以扇形的名字 就是360分之夾角 那這裡就是算出扇形的面積 可以嗎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匯的方法 半半三一四 半半三一四 成名字 半半三一四 成名字 那名字名字就是360分之夾角 半半三一四 成名字 半半三一四 成名字 那名字就是360分之夾角 這是第一個一定要唸熟的方法 好 那所以待會我們要算這三塊扇形 那不要分開算 為什麼 注意看 為什麼都是九 為什麼都是九 那九是什麼東西 我都會叫小朋友點出來 點圓心描半徑 它描出來時候就順便找了 就容易記起來了 所以點圓心描半徑 就找到半徑了 點圓心 描半徑 就可以找出來半徑了 為什麼都是九呢 是有意義的 因為 因爲什麼 好 再來 再學一個重點 再學一個重點 半徑一樣 扇形扇形的半徑一樣 扇形半徑一樣的時候 可以合併 所以你只要看到扇形的半徑一樣 半徑一樣 就可以合併 合併 可以齁 所以這裡寫九的意思 寫九的意思就是要叫你合併 要合併 好 接著換這個名詞 好 那正三角形呢 正三角形呢 正三角形呢 你要連結哪些觀念 正三角形 好 正三角形你會想到哪些連結特殊的方法 第一個是三個等邊 再來 它有三個等角 三個都六十度啊 三個六十度啦 所以恭喜你啦 你就知道這裡六十啦 所以這個名詞就是要告訴你 這裡六十六十六十 你可以分開算三個再加起來 可是你可以用合併合併更快 可以嗎 那當你合併的時候呢 當你合併的時候 你會發現啊 六十加六十加六十 不就是剛好一百八 有沒有 那不就是剛好一個半圓 那半圓不就是半半三一是 半半三一是乘名字 名字 半圓的名字就是二分之一 可以嗎 其實二分之一就是除以二啦 所以你就是半半三一是乘名字 乘名字 乘二分之一就是除以二 所以你算完 所以這裡等於一點五七 所以九九八十一 八十一下去乘他等於一二七 點一七 收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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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我